眼睛哭肿了,怎么快速消肿? 低隆,健科,副主任医师 眼睛哭肿呢,就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首先不要继续再哭了 另外呢,就是可以采取冰块凉的方法来局部冷敷 一般48小时以内呢,它就能迅速的消肿 切记就是说,再继续揉眼睛或者是用一些眼药水 因为其他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眼睛的组织是非常松弛的一类组织 我们在哭泣的时候,我们泪液分泌增多 局部受到刺激,眼睛就会水肿 但是它是可以自然消退的 所以要这种呢,也不要太着急,不要紧张 局部冷敷应该就是很快可以消肿的 如果是哭肿以后呢,局部再去热敷 有可能会加剧这个血管的充血 加剧局部的渗漏可能会引起眼检肿胀更为明显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采用冰敷的方法 专家提示 一,眼检水肿可以自然消退 不要紧张 二,使用冰块局部冷敷 一般48小时内能迅速消肿 三,切记揉眼睛 使用眼药水以及局部热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